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脆水的 为什麽呢 如果你加上去 可能会见到啤梨哥 可能会见到林康胜哥 可能会见到十三妹 可能会见到东哥 你当我们是小小的名人的话 你加上去就没得说 如果不是 陆豆水吃这样的东西其实是贵的 但是 我从来这么说 去阿东那里吃东西 你不要看他的牌子 因为人家一看 人家怎样做呢 人家那些老水 给你一些西鲍鱼水 那些鲍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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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贵 是吃材料 他真是给你足够 这东西 他不够老性 你问我 你问我 牛腩 我需要给鲜鱼鱼鱼吃吗 总而言之 我有办法做到一些雪腩 比较好吃 关人家的事 等于我昨天说 和阿东说过 我去官堂另外一家吃私房菜 都出名的 但是围到四百多元一个口 很多东西 包心刺土 什么都有 只是龙虾 那么大只 你想想两只 老实说 如果我们吃开饭 只这两只龙虾 都三四千元 你现在四千多元 我十个人 因为那些肯定不是游泳的了 但是人家用他的力量去做到 他有味道爽就不爽了 但是又味道煤 那你也没有责任 其实香港人就是用这样的价钱 但是东西是执着的 他是用族靈尿的 其实我很推介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试到那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 高蟹肉饼 那个最好吃的 塌高肉饼 但是那个就可能要加钱 都很贵的 那个很贵 大哥 他用很多蟹来做肉饼 就是猪肉饼 可能是价钱 其实我又不介意 我不知道大家定了 不要搞那么多 大家想再试 就迟些自己再上去试一下 又或者看东 都要想想办法 就是怎样可以做到 别人一两个人都做到生意 看是怎样去想 好了 第二节 港大内乱停不了 老实说 我真的没什么好心 当然了 好在我大把 包括昨天早两个点唱 哇 耶 那个网友其实都是港大的员工 其实我听到他们那些 很多包括大陆学生 大陆教授 香港的职员 其实我全部都解释给我听 不过我未必能入到议 因为我两个都输了 但是 你这样发觉 你真是 其实最主要的矛盾 包括刚刚罗范招勋 等等百名罗范招勋 什么人那些 包括什么 蔡素玉 王啟文 王啟文 文卓飞 大家知道是什么人 就去信教育局 OK 去信李家超 不是教育局 去信李家超 就说 对校委会主席的管理能力失信心 那究竟是什么事呢 因为现在校委会 上个月就开会 有没有多个副校长 而最重要的就是 校委会其实是和张祥在招勋 但是我们讲 关于张祥和校委会招勋 都讲过很久了 他零顺去 是的 似乎 现在简单说 表弟有人出来帮拖 帮拖 这个联署信 就是刚才我讲的 罗范小芬为首 他说 有多位前任的校委会主席和校长 都能够互相尊重 带领广大攀上今天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 现在这些校委会 不能够和校长合作呢 他上个月委任多名副校长 而张祥就说 喂 暂任副校长 决意违反既定程序 没有咨询他的意见 其实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否违反固定程序 但是以常识来说 你直接绕过张祥去任命副校长 应该就有些不对劳 对不对劳 对不对劳 理论上 但是呢 他就绕过张祥 好了 那现在呢 老实说 似乎张祥真的在下风 为什么呢 最重要呢 就是校委会 不怕他 即使上次 上次那件事 就张祥惨性 不能害怕你 OK 继续去搞 那现在就另外 这一班人去帮颇了 就是你 我是他就自己 自动他下台了 那如果是 那你就多余了 那很多东西都 他这一班人 是摆明了 你见识回他的内斗 是啊 你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我怎么处理啊 如果有个泛民 就有的 罗泛昭分 是粮粉来的 是啊 一堆的粮粉 就借着你港大的他的内联 又在那边 出来站边 那这些信 你应该是寫给蔡若年 其实应该是戒国 你绕过蔡若年 就是表示 你李家超的粮粉 我不能扫你 是啊 不够班 你李家超 你给我搞定这件事 那你现在呢 搞不定 我们继续去搞这些粮粉 那现在怎样 你怎样处理啊 根本就 背后我随时梁振英 叫你 要和他动他 李家超 动他就动李家超 我要回潮 不是 他就算回不了朝英去到 我那些粮粉 怎会没有总言之 就要动 你不怀音 我那些粮粉 除了卢宠某 不是 很明显的 我的粮粉全部他没有粉 我吵你 不搞糟 喂 超哥 喂 我觉得 真是 既有危就有机 做事 不是又缩下头 你想想 上次其实都应该是总联办有帮 call 就是出来帮张翔 真的不惊惊 否则你了 好吗 喂 不想办 搞完什么 段崇智 那班人 现在搞张翔 现在搞张翔 总而言之呢 喂 阿超哥 我就是看好戏 你说是不是 因为人这样会下台呢 那你就要有些英雄满色给他看 算得了 这些副校长随时找来搞糕 阿俊昌某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因为这班校委会 你看一下 都不是那些 之前那些都已经移动了 那些学生选出来 那些没有 那些都是建制的 校委会主席是王菲斯 廖长江他老婆 是啊 全部都是建制的 那张翔就是之前 李国璋他找回来 所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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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 做 有很多東西交了 別人都難說 這個真的有很多東西 好了 另外 有報導說高財通來港人士 為了促成子女能夠插班 就向下方送紅包 首先 我不特地討論 因為這個竟然有我今天會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香港高財通人才服務協會 創委會長 原來鄧崩不是我們不認識的人 就是我們相當熟悉一個名字 就是我們立法會選委界的議員 阿龍哥 上海龍 上海龍就說 你就這樣聽 上海仔叫阿龍 不是 他姓尚 尚書大人的尚 海龍 他真的叫他尚海龍 名字這麼低死 他就說 果然是 有這樣的事 他說 不過他們會多些做宣傳等等 你聽說沒有 是 就是你只是這一點東西 只是這一點東西 你就看到 我們偉大祖國和香港有多不同 我覺得呢 既然現在要融入祖國 你不應該跟他們說什麼 應該我們就掃紅包 走到上面那裡 你會不會被人拘捕呢 這些實料呢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 他說因為呢 過海數沒有十個人的 他說過海數的 他說高財總體質素都很高的 叫我們不要以邊概全地說 現在這些呢 行賄人士因為被調查之中 五世友被人買了 就出不了警 真是有保釋的 主要出不了就是出不了警 你還投訴我那些事情 今天他老人被調查 你盡得吵嗎 今天我看報道說 有些高財通 後悔了 誰知道你一放上小熊書後悔 不是被香港網民 是被小熊書大陸網民吵架他們 後悔什麼呢 原來我們三顆星不得馬上拿護照 原來他們拿了身份證 不馬上拿到護照 要住那七年拿了三顆星才拿到護照 大陸的網民 不是我說 那國有國法 加有加規 那香港當然不是國 那你不成為永久居民的 因為你這七年都是用 譬如這樣說 都是用高財通簽證的 那當然沒有特區護照 你要特區護照 我告訴你 他們就是要特區護照 為什麼呢 so far到這刻 特區護照 這一刻 遲出自入 近日呢 我真的遲早 我真的要再搞BNO日才行 我發現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害怕 越來越多人想 不是BNO日才行 很多人想拿回BNO護照 擔心什麼 說擔心 我都沒有聽過這些消息 說擔心 免簽國家將會越來越少 我覺得這些很無契 給了你不通收回嗎 別人免簽 歐盟的那些 是不是 就不要去那些國家 不要去 到伊朗你不用簽證 可能都要 柬埔寨也可以 我們很多朋友 柬埔寨 柬埔寨 伊朗 北韓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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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完 你又可以 我也不知道去南下還是什麼 南下 烏克蘭 過了波蘭和歐洲 又可以 游水 對面格陵蘭 都叫做屬於美國屬地 又可以 在格陵蘭加拿大玩 又可以 然後到美國 南美洲 南美洲 又去澳洲 然後去那些 什麼島 那些什麼 食人島 偷到他去美國 南美洲走上去 是啊 其實世界很小 我想想 你可以的 你去那些什麼島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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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澳洲上的 太平洋群島 在太平洋群島 游水去印尼 印尼 再走馬來西亞灣 不是 那些連住 然後去馬來西亞玩 玩完馬來西亞 文來那些又玩 地球很小 不是很大 好了 歐國杯 警方預告的加強打擊 我為波 不用你講 那也有些 搞了幾個 什麼島仔家庭破碎 自各 各街老鼠 現在最擔心的 應該是我 我現在在榴槤賭場 不過最近在瑞士 就變得沒有賭場 瑞士都沒有賭 好 瑞士就有賭場 才可以賭 然後我兒子說 以後不敢跟我老婆說 以後覺得英國的東西很好吃 還有 覺得英國很便宜 那你沒有辦法的 瑞士我從小到大 都聽過是從小到大 都說是貴的 特別貴的 但是我兒子 他給他們看 他用手機 隨便拍照給我老婆 已經是明信片 真的 沒得撐 你有沒有去過瑞士 沒有 瑞士雞翼就吃過 但是一聽見 大瑞士就沒有瑞士雞翼 如果瑞士有雞翼 都沒有 如果瑞士有雞翼 都好想 我能夠想像到 瑞士又是吃些什麼 瑞士 不是 就吃過芝士火 芝士火 對 很用硬的麵包 用來當歐人 我相信 瑞士糖也沒有 你去德國 都叫做有搶食 有豬手 有豬手 有啤酒 但是你喝啤酒 吃豬手 都是大力量的 吃巧克力 有 真 所以 我呢 看一下 因為我昨天問了一些業內人士 關於那部 什麼航拍機 追著你 他說不用想著了 啤哥 你看人家的片這麼厲害 他說現在真的要做到你們 例如說那種 例如我出去 為什麼呢 他又會認不到人 所以在公園裡一個人是OK的 多人他又可能會認不到人 可能會有雜訊給其他WiFi 即是他還沒得住的 但是我覺得一定合不住 如果到時候 可能我們都搞旅行團 真真正正的 譬如歐洲 我有信心的 歐洲 15天全歐洲旅行團 不過15天真的未必夠 15天全歐洲 對 車程內 其實你不用留的地方 是吧 但是你車程內 這個是是的 是的 比利時的那些 就去半州就夠了 是吧 你荷蘭那些 一天夠了 叫我走去就算了 可能辛苦都經常搭車 以前那些什麼 十天八卻量 好了 另外這個呢 我相信就是我網友 那個老朋友 其實呢 今天呢 我先講回島那裡 島是病來的 即是爛到這樣的 是吧 有攬都輸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最難 這個世界上是有人 但真的難的 是控制那個貪念 這個世界上 不是 沒有攬是有的 那我們呢 我就放這條欄在那裡 很久了 這麼多年了 那我就由零開始 明年馬館開始 我就會玩這條欄 是 好 那就是 必勝法 你以前說的那個 必勝法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其實是必勝的 真的必勝 是真的必勝的 好嗎 必勝法 其實到什麼都必勝 也都不 你有一些本 但是也不是說無限本 因為你如果 譬如說 一元輸了 兩元 兩元輸了四元 四元輸了六元 六元輸了八元 八元輸了十六元 十六元輸了三十二元 你真的有權 我拿著一百萬 我打算贏一萬而已 但是在理論上 我真的有權 一萬輸了 我贏一百元而已 我拿著十萬 難道贏不到一百元 一百元 理論上應該贏得 實際上應該贏得 但是理論上 一百元輸了 可不可以再輸 當然不行 再輸就四百 再輸就八百 輸到一千六 三千二元 那輸完一百萬都不行 只要贏一百元 是可以的 所以這些攬 都不叫做攬 但是我們那一條 其實 你提到我 到八、九月開朗的時候 因為我經常忘記做 我都不知道做來做什麼 為什麼呢 我們試過行攬 用一百萬 用虛擬來玩 一年應該贏 它又不多 七、八百萬 一年贏七百萬 一百萬本 一年贏七百萬 做來做什麼 其實 不用試 我明白了 這個道理 還是買在中國 對家 當然這個 中國對家 你會輸的 這個是不會輸 一定贏的 如果正常來說 我 譬如說 去到某個程度 如果這樣 就是你的本 當然你太大就影響採詞 但是你 一年贏得一千幾百萬 其實人人都可以 一籃 因為這條籃是很清晰 你知道這條籃 當日 是給過我們的老朋友 Carulman 是 他是可以工作的 可以的 於是 Carulman 那個女兒去外國讀書 那個女兒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嗯 接著他又 給美食 那樣 他糟糕 糟糕 糟糕 最後 他自己破了 他都認為 最不應該破那樣東西 就是這裏不說 而他又不夠本 他破了自己 最不應該破那樣東西 都不是大問題 但是那個本太細 開頭的時候 其實你要多少 我認為一百幾十萬 就已經去 真是很夠玩 嗯 你明白嗎 因為他跟我 提出這個時候 我都在很多數 大家相信我 數學我就不厲害 但是算數我就真的好 好嗎 我立刻是質疑 我質疑了他之後 我說這樣 他回答幾個問題 他都已經想過 但是我們有時候 都要有些速度 速度都是重要的 於是這個時候 我講過在節目裡 你知道這個速度 我們要寫個program 找人 結果 你知道台灣 真是現在 真是這個 未來世界的領導 在台灣找到 一個人寫一條program 我問他 我猜多少次 我真的猜不到 你想到 八百元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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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夠多兩塊錢 就寫了那個program 有很多人 其實有些網友 問我 我怎麼會跟你說 說就不靈 我亦都有想過 那時候 當Carorman和我說 這條欄的時候 雜誌 我想過 怎樣做 怎樣做 才是 找得最快 找得最多 一定是雜誌 但是 雜誌是要交代給別人 這條欄是怎樣 行動的 我交代給他 他就自己玩 我不交代他 他又沒有必要相信你 還有他事實上 不是要很多錢 其實你 十匹野都可以玩到的 甚至乎你問我 一萬元都可以玩到的 不過你 要求的每一天 你要求贏的 不但有這麼多 其實這條欄 我不覺得他有多難 一說出來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只不過最難控制 就是你無論如何 你不要受 一些 即是你很冷冰冰的 看figure 而不要看 譬如馬國騎士 什麼手影 曬頭戲 不要看 還有不要想著 黃 貪心 糟糕 又贏錢 每個撲都在贏 不要買一百 買一千 或者 弱 糟糕 你現在還要買一千三 這場 我真的覺得機會很低 於是你 加上主觀因素 買二百 除此之外 老實說 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必贏之術 是有的 所以我不明白 但是這個必人之術 這個必人之術 是什麼術 我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當年 馬神 馬神 是 90年代 90年代的鬼佬 在紅衫半樓 跳樓死了 馬神 為什麼 神棟的跳樓死了 但是跳樓是因為 遺情自殺 死 不是那個馬神 澳洲佬 應該是澳洲的鬼佬 是 是 那是紅衫半樓 在紅衫半樓 那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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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樓 那些樓 那些樓 當日是Sweetie TV 退休的 跟他寫的 是 哦 喂 他走了 Sweetie TV 後來就跟我朋友了 接著就給了我 嗯 我給了Cowman 嗯 我沒有走 因為我很多工作 Cowman 去走 嗯 嗯 有一段時間他也很風光 但是 亦都因此 後來他出現了那些事的時候 就周圍雜資了 Cowman 找到他幫忙 結果他又再舔回 因為你很沒感情 有時候我們見到 譬如說 譬如 遙嵐說 屌你什麼 香港贏 香港對伊朗 賣五百元 你等著我們賭波外圍 喂 香港對伊朗買香港五百元 那條賭波收攬就 行了 寫完之後 他自己仇領了你 嗯 其實最難是這些 就是主觀因素影響過你 好了 另外呢 這個呢 我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朋友呢 因為早兩天 真的很奇妙 我們昨天 真的發生了三個類似的事件 在那個課場裏面 突然間 我們一群同事 突然間沒有 是想起了 咦 哪個很久沒有見 阿富生 是喔 是喔 我現在打算搞這個 七八九月 不知道哪個月 有幾天去馬來西亞 一個要去逐牌 順便帶了我有些 舊業主還沒收樓 有些人說要去買樓 有些人說要去吵 台中去吃東西 我說那七八個人 最多九個人 又租了十幾人車 對呀 那時誰呢 阿富生 這裏那幾個月沒有上來 那裏他就出現了 五分鐘後 真巧 這些情況經常有 然後我說 DJ Thomas很久沒見他 他年年來買粽 這裏說完那裏又來 這裏我相信大家都有 有過這些東西 你永遠沒有想起那裏 可能舊同事 或者舊傷口 突然想起 阿不知 阿Johnny怎樣呢 你一落巴士 便實在撞好Johnny 是吧 以前和你有一腿 是吧 真的很奇妙 昨天呢 我突然想起 以前有個女網友 姐姐來的 她就買過 在深水鋪那些印尼人包的撈麵 找些紙包著 很好吃的 不知為何 這裏很好吃的 那我 她是姐姐來的 我不會想起她的 我早兩天突然 那個姐姐好像很久沒上來 我都未想完 我就收到一個WhatsApp WhatsApp大約說 她有個朋友 跑山人認識的 有些不舒服 去看醫生 去看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就不知 跟她排到二六、二七年 她回去照 但是都是有點不舒服 於是就自己走出去看 一看 原來呢 是 乾水潔還是乾癌 她最可憐是 只有四十一歲 還要上班 又沒有錢 現在正在上班 回到十八號 接著我要去什麼事呢 不是要去捐乾 她就說 可不可以問一下風水豪 她過不過這一關 她是朋友 另外 我就試試問問她 她有沒有八字 有八字 叫風水豪 有空給她看看 沒有八字就起掛 我昨天就給風水豪 風水豪不理覆我 可能是有些時間的 誰知道今天就見到 新聞就是這個陳志偉 四十一歲 我不知道這個新聞 賣了一個是不是她說那個 我想大家四十一歲 這樣急性乾衰 揭的話 都可能是同一個人 她在鄰舍輔導會做IT工作 做了二十年 這個陳志偉 不過她很年輕就已經確診 三高 糖尿病 什麼血壓高 滿膽高唇 上個禮拜五 急性肝炎送入去將軍奧醫院 OK 開頭情況穩定 但是去到 這個禮拜一 就是龍月三號 禮拜一 就轉去瑪麗醫院留醫 瑪麗醫院 昨天早上通知家屬 說智偉 肝衰竭已經陷入昏迷 需要入住ICU和換肝 老婆不符合條件 現在各家屬呼籲各界 幫忙集氣 也希望合資格 有心人願意捐肝 你說什麼 他平時人的性格 我不在這裏說 我們不懂得去 你人就是這麼脆弱 我們的老友 我們不是很肯定 都只是肝臣衰竭走 我老母都是 我老母八十多歲 你沒得說 真的吃這麼多的西藥 但是 你說好像這些 四一歲 或者你老友 都不夠五十 剛剛五十 實在太早 所以吃西藥 其實香港人的肝 真的一般 我們差不多八九都會有脂肪肝 一旦有脂肪肝 其實你有肝炎的機會就大 肝硬化的機會就高 肝硬化的機會就高 肝硬化的機會也不小 基本上你就只能換肝 換肝 你又要很多血型等等 Size 而肯捐肝的人 香港人因為太多人 有脂肪肝 又不合適 而且活肝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風險呢 現在就不算高 但也是有風險 你捐肝 你摔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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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限於這個時間 又限於家人的觀念 還是那些血型 又或者你摔肝 你摔肝 你摔肝 都八十多歲 其實是很大件事 所以我們經常留意著 那些科學的節目 其實不斷都向一些人造器官 或者一些動物器官 改造基因來 看看可不可以配合到人 希望 各位網友 我就知道現在 在這個政治氣氛情況下 叫人捐贈器官 或者填器官捐贈卡 我想都難很多 香港怎麼變成這樣 大人真的很脆弱 就是集氣 和他祈禱 這個智慧 陳智慧 四十一歲 我朋友 我應該在聽這個節目 我不知道你說過 是不是就是智慧 他講話 他的朋友 四十一歲後 還是有兒子 小老婆 真正正正 休息一會